第247章 对战梦醒 上 恨地无环 恨地无环套装 好一个励志一脉 梦醒的眼睛亮了亮 并没有因为刚才的吃亏 而出现愤怒的情绪 美眸中的神色反而变得更加冷静了 冷静的对手才是最可怕的 对于他这样的变化 周围青也是大为警惕 试探着道 不如到此结束如何 就算我们战成了平手吧 梦醒的回答 绝对可以用斩钉截铁来形容 白 日 做 梦 话音一落 梦醒就已经再次扑出 而且 这一次 他的速度来得更快 几乎是身形一闪 就到了周围青面前 每等周围青的双子 大力神锤举起 梦醒的胶躯就已经消失了 空间平移 身为神师 空间属性是必不可少的 空间平移这样有用的技能 梦醒自然也有 周围青根本不敢有半分迟疑 当他面前失去梦醒的踪迹时 他的空间平移也同时用了出来 两道阴光 几乎是一前一后交替闪烁 梦醒的笼罩 几乎是周围青消失的同一时间 从他原本的位置掠过 划破了空间平移施展时 带来的残影 周围青才一出现 双锤就已经抡起 围绕着自己盘旋一周 他的行动是十分正确的 因为就在他出现的同时 梦醒也已经来到了他身边 面对双子大力神锤 绝对压制性的力量 梦醒也没有太多办法 一个铁板桥 整个身体向后倒弓 就像是没有骨头似的 同时 右脚飞快弹起 从双锤掠过的空隙中点出 直奔周围青胸口踹去 轰隆一声巨响之中 周围青向后跌退三步 而梦醒也不好受 同样被弹开 梦醒充分体验 到了六绝神盲阵的强大作用 就在他的脚 即将踹上周围青的一瞬间 足足数十颗雷珠 已经聚集在周围青胸口的位置 他那一脚 也只能是踹在那些雷珠之上 剧烈的爆炸中 将他和周围青的身体阻隔开来 原本必胜的一脚 也是无功而返 六绝神盲阵 对于技能的顺发 绝对可以用变态来形容 更何况 他还是那么节省天力 飞雷神术周围青用的 最为得心应手 两人暴退的同时 周围青的第二个顺发技能 就释放了出来 依旧是飞雷神术 只是雷珠变成了闪电 至少上百道闪电同时出现 传射梦醒 闪电的速度太快了 更何况是顺发的 根本没法闪躲 无奈之下 一道漆黑的光盾 出现在梦醒头顶上方 一连串的扑扑声中 所有闪电 在那黑色光盾上泯灭 不过也同样令梦醒 没能对周围青 展开连续进攻 梦醒此时 已经完全收起了 对周围青的轻视 这天赋异禀的家伙 比他想象中 还要难对付得多 尤其是他那 六绝神盲阵的顺发技能 往往能在最危险的关头 抵挡住他的攻击 如果他能施展 全部实力的话 这当然不算什么 完全可以以利亚人 但现在能施展的修为 就只有六珠而已 很多消耗巨大的技能 他也不敢轻易使用 而且 周围青的六绝神盲阵 施展顺发技能太快了 他也无法保证 自己的技能不被打断 周围青的吃惊 一点也不比梦醒小 梦醒身为神师 怎么实战经验这么丰富 周围青自问 自己的实战已经够多了 但梦醒却似乎 一点都不比他差 他一下就找到了 自己在纯粹力量 使用时的速度弱点 凭借着柔韧性 险些就破掉了自己的防御 而且 从战斗开始到现在 实际上 两人依旧 都是试探性的进攻 谁也没有权力以赴 虽然他们现在 都将修为压低到了六珠 实际上 这场战斗 还是相当公平的 周围青虽然没到天王级 但他有着胜利 如果施展的是胜利 就算梦醒是天王级 也未必能讨得了好 反而是这样压制了修为之后 战斗起来 各凭本事比较公平 安全 在闪电被黑色光盾化解之后 两人都很有默契地 没有继续发动进攻 彼此警惕地注视着对方 契机完全锁定对手 随时准备发动攻势 周围青双眼微眯 双子大力神 垂在自己身体两侧微微下垂 其实他心中在庆幸 幸好 梦醒的双体珠 并不是柔韧与速度的组合 如果是那样的话 他必然会更加被动 想要在隐藏实力的情况下 战胜他将会很难 呼 梦醒长出口气 骤然间 周围青清楚地感觉到 周围的一切 瞬间变得寒冷了许多 点点蓝芒开始从梦醒体内 向外散发而出 几乎是转瞬间 就囊括了数百平方米的范围 气场 不 这是天道力 影响天地原力的效果 你耍赖 周围青瞪大了眼睛 梦醒冷冷地看着他 我怎么耍赖了 我只说用六珠修为 又没说不使用我所擅长的技巧 周围青有些无语地看着他 这是天道力 影响天地原力的效果 你借助天道力的效果 还不是耍赖 梦醒哼了一声 我说了六珠就是六珠 这只是我意念上的感应 谁让你修为弱 有本事 你也调动这里的天地原力 虽然这是另一处空间 但天地原力却极为充沛 梦醒这样使用天道力 调动天地原力的方法 就让他近乎有着无穷的厚力 虽然他同时爆发出的攻击力 只会是六珠级别的 但那可是无穷无尽的六珠级别啊 周围青虽然有六觉神盲阵辅助 却也不能像他这样去调动 更重要的是 他有天道力的感知 也不敢用天道力的效果呀 你分明是欺负人 周围青悲愤地说道 梦醒年底闪过一丝笑意 欺负的就是你 话音一落 焦躯一拧 已经再次朝着周围青扑了过来 这次与之前就不同了 空气中的寒冷瞬间增加 无数冰霜伴随着梦醒的扑击 也朝着周围青的身体蜂拥而至 寒冷的气流疯狂地向他体内钻来 虽然一时半会儿 这些冰霜还不足以对他产生影响 但伴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份寒冷必定会令他的动作有所僵化 天力消耗也会大幅度增加 梦醒原本还没想过要这样做 但周围青强大的力量 配合着他那六角神盲阵灵梦醒 也觉得十分麻烦 对于这一战 他是势在必得的 不只是为了出口气 也是为了要压制周围青 连他自己都不太明白 为什么今天要把周围青带到这里来 真的只是因为那天的事情而不愤吗 他并不愿意承认 自己已经三十年不曾被触动过的芳心 最近这段日子实在是有些不平静 双子大力神锤横向挥动 周围青眼中神光闪烁 双锤横向甩起的同时 他的身体却被一层浓烈的青光所包覆 身体瞬间后退 双锤抡起 从上向下 狠狠地砸落 对于周围青的瞬间加速 梦醒也是愣了一下 这是风系的加速术 他的六角神盲阵 竟然连这种辅助的技能也能模拟出来 轰隆一声巨响 似乎整个空间都为之剧烈地震荡了一下 强横无匹的震荡力 硬是将梦醒聚拢在空气中的天地原力震碎了大部分 强烈的冲击波甚至阻止了他的追击 好强的力量 梦醒瞳孔一阵收缩 此时他才真正地感受到周围青在力量上强大到了怎样的程度 他没有吹嘘 就算是自己施展天王级实力的时候 纯粹的力量恐怕也比不上他刚才这双锤轰击在地面上的威势吧 也就在下一刻 一股强烈的危险感觉从梦醒心底出现 他赫然看到一道紫红色光芒瞬间从周围青背后升起 化为一个奇异的生物悬浮在半空之中 天际印象 梦醒大吃一惊 周围青不过六珠修为 而且还是刚刚达到的六珠 在他的认知中 像周围青这样的修为 是不可能拥有天际印象级别强大技能的呀 而且 这个技能所散发出的气息 令他感受到了极大的危险 几乎是毫不犹豫的梦醒背后 也同样升起一个天际印象虚影 根本不等周围青看清楚 就已经急速朝着周围青头顶上方的龙膜蛙女虚影 飞了过去 印象对冲 可惜 周围青对于印象对冲早有准备 当年他在试心王子古英兵手上吃过亏之后 就已经痛定思痛 在没有绝对把握的情况下 绝不会轻易施展拥有天际印象的技能 冷哼一声 又是一道紫红色光芒亮起 这一次 却是迎上了梦醒的印象对冲 两道光芒在空中一闪 同时消失 他竟然有两个天际印象级别的技能 梦醒在吃惊之下 反应却是无与伦比的 没有再继续施展印象对冲 因为他突然感觉到周围青那个技能 似乎就要完成了 一层漆黑的光芒 骤然从梦醒体内爆发出来 危机令他不得不用出自己一些特殊的技能 空气中原本的寒冷 骤然多了一些阴森气息 梦醒全身上下 散发出一股浓重的黑雾 黑雾之中隐约有什么东西律动着 但周围青却看不清楚 第247章 对战梦醒 中 没错 周围青的龙魔镜即将成形 梦醒作弊 难道他就不会作弊吗 注入一丝胜利 令龙魔镜成形的速度大幅度提升 只是抵挡了一次印象对冲之后 就已经凭空出现 紫红色的光芒一闪而没 周围青已经看到 梦醒头顶上方那一圈紫红色漩涡的出现了 嘿嘿 小样的 只要让你的凝行和踏意能力暂时无法使用 我看你还怎么和我斗 但是 就在那紫红色光芒射出的同时 梦醒的龙爪突然也指向了周围青 一道黑色光芒也是一闪而没 周围青也同样没能闪躲开 两道光芒几乎是同时命中在两人身上 梦醒全身一震 一身传奇套装瞬间冰消瓦解 另一边的周围青也并不好受 他骇然发现 自己竟然失去了与恨帝无环套装的联系 虽然套装依旧穿在身上 但所有的增幅效果全部消失了 而且 就连自己的技能似乎也都无法召唤出来了似的 不会这样巧吧 在这一瞬间 两人都是愣了一下 彼此看着对方 眼中都流露出了几分古怪的神色 尽管他们所发出的技能多少还有些区别 但效果竟然是这么的类似 同样是将对方的凝行和踏意能力暂时封印 梦醒所施展的技能 在速度上更要超过周围青的龙魔镜几分 但周围青的龙魔镜却能够施展多次 真要评论起 孰优孰烈还很难说 既然已经失去了联系 周围青所幸将恨帝无环套装散掉了 周围青疑惑地看着梦醒 你这是什么技能 这种强大的技能怎么可能不需要叙事 梦醒冷哼一声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周围青无奈地耸耸肩膀 道 不说就算了 不过 这才只是刚刚开始而已 一边说着 他又搅在地面上猛然一跺 瞬间朝着梦醒冲了过去 说来也巧 两人不知道是不是心灵相通 周围青发动的同时 梦醒也同样冲了出来 实际上 他们此时心中的想法确实是一样的 他们都不知道 对方的技能能够静止住多久 一旦对方被静止先结束 让对方重新拥有了凝行和踏硬的能力 那自己肯定是必败无疑 在这种情况下 自然要先下手为强 趁着这个时候将对方彻底击败 没有了传奇套装的增幅 两人无论是速度还是力量 都大幅度下降了许多 但天力催动却是一点都不慢 梦醒中就还是要快上几分 右手一挥 直奔周围青当头抓来 周围青不能使用技能 甚至连六角神盲阵 都被梦醒的技能破掉了 面对梦醒这一招 他脸上却流露出一丝古怪的笑意 没有闪躲 周围青的双手也同样抓了出去 看似是抓向梦醒双肩的 可这家伙的双手 分明是向下略微下沉了几分 直线总要比曲线速度快一点 这就导致了周围青后发先制 你 下流 梦醒大怒 一脚飞起 就奔着周围青小腹处踹去 两人现在施展的都是六珠修为 速度虽然比之前慢 但也是相当迅击的 周围青依旧是不闪不避 右腿猛然抬起 迎向梦醒踢出的一脚 梦醒嘴角处流露出一抹冷笑 心中暗想 之前你有恨地无环套装的时候 我力量确实比不上你 但现在 你没有了套装的增幅 难道力量上 还能超过我的双体珠不成 砰的一声闷响 两人的腿再次碰撞在了一起 一股锥心刺痛 瞬间传遍梦醒全身 刚刚解除麻痹不久的右腿 在剧痛中带着他的身体 闪电搬后退 是的 他又输了 他只是能清楚地感觉到 周围青右腿上 不只是力量远超自己 而且更是无比的坚硬 就像是踢在了铁柱子上一般 虽然自己的腿并没有折断 但这一下 也是受了不轻的伤 怎么可能 不过 周围青可没有让梦醒多做思考的意思 一腿得手 右脚紧接着 就在地面上重重一跺 整个人宛如恶虎扑石一般 直奔梦醒扑了上去 要是真被他这样正面扑中 嘿嘿 当初连上官雪儿都不能幸免 更别说 现在只是施展六珠修为的梦醒了 周围青的请记 可是极为出色的 梦醒眼中的光芒 骤然阴沉了几分 直到前一刻 他都没有将周围青 当作真正的对手 毕竟 就算他只能施展六珠修为 可骨子里 他却依旧是天王级以上的强大存在 无论是战斗经验 还是对天力的运用 都应该远超周围青才对 可事实证明 这个家伙比他想象中还要难以对付 他的右腿之中 必定是有什么古怪的 在这种情况下 梦醒的实力 骤然爆发了 面对周围青的扑击 梦醒身体倒飞的同时 左腿下披 狠狠地砸在地面上 借助反弹之力 整个人在空中飞速旋转 避开了周围青的一扑 同时 右掌直奔周围青后颈处切去 与此同时 他的左腿闪电般横切 直接搭在周围青腰间 胶躯一拧 脚后跟一勾 硬是用左腿缠绕住了周围青的腰部 将自己完全挂在他背后 好强的柔韧性 周围青猛一低头 让开了梦醒的直接攻击 但梦醒的近身 却已经是完成了 想要甩开他 显然没那么容易 下一刻 梦醒已经做出了动作 整个人身体向下一甩 悍然将周围青的身体 带动得反方向飞出 与此同时 双手抓住他的背部一惊 直接朝着地面上砸去 其实周围青应该庆幸 因为梦醒的右腿 现在还用不上力 否则的话 就不是这样简单的一击摔头了 砰的一声 周围青被狠狠地砸在地上 摔了个七荤八素 整个人一直向前冲出十余米后 才停下来 梦醒没有追击 因为他的右腿 正不断传来一阵阵剧痛 只得暂停下来 双手按在右腿上 一道道淡蓝色的光芒 诸如右腿之中 这才舒服了一些 他的筋骨 怎么可能比我还要坚然 要知道 我可是 注视着被摔飞出去 在今日一战中 第一次吃亏的周围青 梦醒眼中 却是不断出现着一个个问号 周围青的实战 能力比他想象中强多了 他完全可以肯定 哪怕就是六株 境界巅峰的天猪狮 遇到他 也绝对逃不了好 这家伙身上 究竟有多少秘密啊 身为一名神师 他又不像自己 当初是用特殊方法 将修为提升上来的 怎么可能还能拥有 这么强的实战经验 周围青翻身而起 以他身体的强韧程度 这一摔 自然是伤不了他的 只是 他心中多少还是有些郁闷的 要说近战能力 自己终究还是不能 和这些拥有柔韧 体珠属性的人相比 当初菲尔 不就是这么虐自己的吗 怎么今天又来了一个 两人心中各自想着心事 但彼此的警惕 却都没有放松 一个在揉着腿 一个则是在快速 恢复着自己的天力 他们此时心中想的 都是对方之前的 限制技能赶快结束 好重新穿上传奇套装 但是 事与愿违 先后不过十几秒而已 技能的限制还远未达到 周围青眼珠一转 眼底却流露出一丝 极为得意的坏笑 站在原地不动 左手一翻 一柄长弓 已经到了他掌握之中 这可不是什么宁形装备 而是一柄货真架实的长弓 由黑尘木制作成的 弓弦拉开 三根长剑几乎在第一时间 就到了宫如满月的宫弦之上 伴随着一声刺耳的暴鸣 三根长剑闪电般 直奔梦醒飞去 在这么短的距离内 哪怕是梦醒使用天王级修为 都未必能够闪躲得开 无奈之下 他只得双掌同时拍出 魂后的天力骤然爆发 形成一面圆盾 挡住了这三剑 周围青这三剑 只不过是试探而已 身体不尽反退 飞速的后退之中 一只只羽剑闪电般射出 有的是向天上射去 有的是直线 有的是弧线 那一根根连珠剑 在空气中 无不发出刺耳的破空声 尤其是偶尔用拧弦法 射出的剑矢 在他那强横的天力 注入下 更是有着极强的破坏力 只不过是数次呼吸的时间 梦醒就挡不住了 他万万没有想到 周围青竟然还有这样的手段 他的剑法 只能用神乎奇迹来形容 无论是朝什么方向射出的剑矢 最终必定会回转直奔向自己的身体 而且都是从最为刁钻的角度 更何况 这些剑矢之中 还灌注着周围青的天力 两人施展的 都是六珠级别的天力 想要抵挡住这种透点式的攻击 他就必须要付出更多的天力 因为周围青的剑矢太过密集了 他甚至没有施展天道力境界 吸收天地原力 补充自身的机会 这混蛋 梦醒心中大怒 可却偏偏没有任何办法 是你逼我的 梦醒怒道 骤然间 一股浓重的暗黑气息 从他身上爆发而出 浓烈的暗黑属性能量瞬间升腾 形成一个巨大的黑色光球 周围青接踵而至的剑矢 在射入这黑色光球后 全都变得翘无声息 竟是被瞬间腐蚀地消失了 第247章 对战梦醒 下 这是什么 他不是不能使用技能了吗 就在周围青心存疑惑之际 暗黑能量却骤然收敛 在看到梦醒时 周围青不禁失声惊呼 变身 是的 现在的梦醒 已经和之前完全不同了 修长的郊区上 所有衣服已经全部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一层细密的黑色鳞片 猛一看去 这些鳞片与他的传奇套装 有着几分相似 最为奇特的是 他的双眸 已经变成了妖异的血红色 就像周围青曾经看到过 暗黑魔龙的眼睛 在梦醒背后 一对巨大的龙翼已然张开 此时的他 全身都充斥着一种利于美的感觉 整个人身材似乎都变得修长了许多 脸部多了一张面具 全部遮挡 只是能够看到 那妖异红色的眼眸 一键射道 梦醒根本没有在闪躲 叮得一声轻响 他身上的鳞片 轻而易举地 化解了周围青的见识 混蛋 我今天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就连梦醒的声音 似乎也多了几分音了 身形一闪 他的速度至少增加了一倍 几乎是一瞬间 就来到了周围青面前 已经因为变身转化为龙爪的双手 直奔周围青双肩抓来 暗黑魔龙变 这是梦醒最大的秘密之一 哪怕是那些为太上长老们 也并不拥有的强大能力 暗黑魔龙变 能够令他自身的速度 力量暴增一倍 防御暴增三倍 乃是无比强大的变身能力 此时 他不能使用凝形踏硬能力 但却并不影响他 使用自己血脉的力量 周围青这叫一个无语凝叶 只来得及双拳轰出 挡住梦醒的双掌 但是 处于暗黑魔龙变状态之中的梦醒 力量上显然不是他能抗衡的 轰然巨响中 周围青的身体 已经如同炮弹一般 被轰得飞了出去 梦醒背后 双翼猛然一拍 身体骤然加速 强力的攻击宛如雨点一般 追上周围青的身体 打得他惨叫连连 幸好 梦醒并不是真的要杀了他 手上还是有些分寸的 虽然打得周围青很痛 但终究还不至于重创他 你真要杀了我吗 周围青怒道 让你无耻 让你猥琐 我就是要杀了你 梦醒冰冷的声音不断响起 他手上的动作 也没有丝毫减慢的意思 老子跟你拼了 你以为就你会变身吗 一股冰冷到极致的气息 也就在这一刻 骤然从周围青体内迸发而出 只是刹那间 他的双掌 再次悍然迎上梦醒的龙爪 轰然巨响中 这一次 被震飞地换成了梦醒 梦醒只觉得 一股佩然强大的距离 竟然推动着自己 倒飞而出 他的力量 怎么会突然增加 技能限制时间还没到 下一刻 梦醒也看到了 同样发生变化的周围青 周围青全身衣服在空中破碎 整个人的身体胀大了几分 一身绚丽 而又充满邪恶气息的虎皮膜纹 宛如活过来一般 在他皮肤上律动着 额头上 一个王子纹路 散发着强烈的霸气 他的双眼 也同样变成了红色 一对巨大的羽翼 在背后张开 全身上下 都散发着一股浓浓的灰色气流 右腿缓缓向身体后上方举起 他的右脚 竟然已经变成了钩子的形状 这是 他竟然也能变身 隐约中 梦醒看到 周围青背后 似乎有一只巨大猛虎的虚影 若隐若现 邪魔变 没错 周围青用出的是邪魔变 而不是龙虎变 从梦醒的暗黑魔龙变塌 就能够看出 梦醒身上 必然是流淌着暗黑魔龙血脉的 而自己的龙族血脉 绝不能轻易展现出来 因为自己所继承的龙族血脉 乃是从灰药那里而来的龙皇血脉 这龙皇血脉 并不属于这片大陆 而是在浩渺大陆上 这一点 暗黑魔龙提到过 要是他施展出自己的龙皇血脉 不就等于是 告诉人家 自己并不是来自玄天大陆的吗 因此 他只能用出邪魔变 凭借着胜利的强大 周围青拆分自己的变身 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 邪魔变的增幅 主要就是在力量上 力量瞬间提升三倍 防御力也随之增加 但却没有暗黑魔龙变增幅那么大 当然 他所具有的冰冷感知 也并不是暗黑魔龙变所能拥有的 从整体增幅来看 暗黑魔龙变 还是要略微高于邪魔变的 可就算是如此 周围青的邪魔变一出 也是令梦醒大吃一惊 看着周围青的眼神 顿时多了一些奇异的东西 此时的周围青 带给梦醒的感觉 就像是一个巨大的宝库 在他身上 总是能不断地挖掘出许多秘密 而这些秘密 无不代表着天才 或者是强大的实力 你这是什么变身 梦醒疑惑地注视着周围青 周围青黑黑一笑 道 忘记我有邪属性了吗 而且我这是第一代邪属性 自然是邪魔变了 可控邪魔变 听说过没有 现在是不是觉得很佩服我 梦醒撇了撇嘴 但他却不得不承认 周围青带给他的震撼太多了 就凭你这邪魔变 就能对付得了 我的暗黑魔龙变吗 就在这一刻 两人身体同时一阵 几乎是毫不犹豫的 一道道暗金色光芒 瞬间升腾而起 原来 他们各自的限制技能时间 几乎是同时到达 自然是毫不犹豫的事 放出了自己的宁形装备 暗金色的传奇套装 加上他们自身所使用的变身 至少在梦醒看来 这已经是他们彼此双方 能够施展出的最强实力了 穿戴上宁形装备的一瞬间 两人的身体 闪电般冲向对方 他们都没有选择使用技能 一连串的剧烈碰撞 谁也没能占到便宜 周围青 你很强 比我想象中还要强一些 梦醒略微有些喘息的 注视着周围青 两人的天力消耗都很大 尽管梦醒的天力 近乎源源不绝 但周围青的攻击中 一些古怪的东西 总是层出不穷 尤其是 在施展了邪魔变之后 周围青的力量 再次提升三倍 那可是 在原本64倍的基础上 所提升的三倍 虽然他能够凭借 自身的柔韧属性 尽可能闪躲 但那毕竟对他 有着巨大的威胁 因此 在刚才一系列交手中 他所消耗的天力 就远远在周围青之上 这力量也太变态了 他现在只能 施展六珠级别的修为 却要对付一个 天王级的力量 这怎么打啊 除非是将周围青的 天力耗光 周围青黑黑一笑 道 你也一样啊 毕竟你是限制了 自己的天力 梦醒 要不这样如何 我们就算平手吧 今天就当是切磋了 梦醒冷哼一声 白日做梦 你以为你赢了 一边说着 他的一双龙爪缓缓抬起 浓烈的天力波动 骤然从他体内爆发而出 依旧是六珠级别 但不知道为什么 这一次 周围青却感觉到有些不对 隐约中 周围青看到 梦醒的身体 似乎胀大了几分 更加准确地说 似乎是他身上的传奇套装 与他那暗黑魔龙变 竟然在融合 这是什么能力 周围青瞪大了眼睛 他从未见过 有人自身的能力 能够与宁形装备进行融合的 梦醒冷冷地看着他 这是暗黑魔龙变第二遍 暗黑魔龙真身 能够逼迫我 使用出这样的必杀技 你可以感到自豪了 我是不会输的 在使用出暗黑魔龙真身之后 我的所有能力 都会提升一倍 在这种状态下 哪怕我所施展的修为 只有六珠 但就算是面对天王级强者 都能抵挡一阵 你的力量是强大 但在我的暗黑魔龙真身面前 却依旧渺小 暗黑魔龙真身 能够在短时间内 令我拥有暗黑魔龙的实力 当然 只是六珠级别的暗黑魔龙 但对付你 已经足够了 一边说着 梦醒的身体急剧变化 浓烈的暗黑气息 不断从他体内奔涌而出 他整个人 竟然真的在向一头巨龙的形态转变 只不过是缩小版的巨龙 如果不是亲眼看到 周围青真的无法相信 这一切是事实 他自己虽然也有龙虎变第二阶段 如龙似虎的能力 但那也只不过是身体部分出现变化而已 绝不可能像梦醒这样 真的变成一条龙 这一刻 对周围青来说 玄天公似乎又变得更加神秘了 在这强大的圣地之中 究竟还有多少神器的功法 不能等了 周围青同样不想输 关键是 他不想被对方虐上一顿 今天梦醒将他叫出来 恐怕不只是试探自己能力那么简单 必定还有着一些其他目的 这一战要是输了 恐怕他不但会看不起自己 同时也很可能令自己身受重创 眼中红光一闪 就在梦醒还没有完成 暗黑魔龙真身变化的时候 周围青动了 闪电般朝着梦醒扑去 梦醒看着他 眼眸中流露出一丝不屑 哼了一声 道 没用的 在暗黑魔龙真身变化的过程中 我全身会处于霸体状态 除非你的修为 能够超越我本来的修为 至少需要是在天地级的层次 否则是不可能阻止我完成变身的 你 你干什么 第248章 龙找手 他原本充满自信的话还没说完 声音就变了 周围青的双子大力神锤 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收了起来 当他闪电般冲到梦醒面前的时候 直接施展出了一招绝血 传说中的某某龙找手 此时 梦醒的变身 还没有完全完成 双腿虽然已经接近龙尾的状态 但上身的变化还在持续着 周围青这一抓 令他羞愤欲死 而且 一股强横无比的犀利 也从周围青双手上 瞬间爆发 浓厚的天力 从梦醒体内 被疯狂地抽离 不断地注入到周围青体内 他原本正在进行的 暗黑魔龙真身变化 也骤然停滞了下来 近距离看着梦醒 周围青黑黑笑道 要说保命的技能 谁没有几个呢 你这暗黑魔龙真身 要是真的完成了 我恐怕不是对手 不过 这变化的时间 也太长了一些 霸体状态 只能让我无法伤害你 却并不能阻止 我接触到你 不是吗 梦醒此时双眸瞪大 看着周围青说不出话来 胸前一阵阵苏麻不断传来 更为重要的是 他体内天力被吸出的速度 正在不断增加着 暗黑魔龙真身 竟然因为他的天力 大量流失 而无法继续维持 更为重要的是 他所流失的 可不是六珠级别的天力 而是他本身的天力 这一夕不要紧 周围青也是大吃一惊 梦醒的天力之强 比他想象中 还要恐怖得多 庞大的天力浩瀚如海 这一吸收起来 顿时在他体内 迅速转化为胜利 再经过胜利运转 变成那璀璨如 星河般的胜利光芒 只是十几次呼吸的时间 周围青就感觉到 自己的胜利提升 比之前一个月以来 修炼提升的都要多 天帝 他竟然是天帝级修为 而不是天王 周围青这时候 也有些呆住了 梦醒也同样呆住 暗黑魔龙真身消失 甚至连暗黑魔龙变 以及他那一身凝形装备 也全都消失 邪魔吞噬的强大吞噬之力 令他的天力 正疯狂地流逝着 最令他无法容忍的是 周围青的一双手 就抓在他封印的苏胸上 你 骤然间 恐怖的能量 瞬间从梦醒体内爆发 周围青只觉得全身一震 正施展着邪魔吞噬的他 被强行震飞 邪魔吞噬也随之中止 整个人一直飞出数百米 才狠狠地摔在地上 别说他现在能表现出的实力 只有六珠 就算是全部展现出来 还是借助胜利的情况下 也未必能够稳定地吞噬 一位天地级强者的天力 一件长袍飞速地笼罩在自己身上 失去了暗黑魔龙变 梦醒是身无寸缕的 穿好衣服 身为天地级强者的他 下一刻竟然软倒在地上 大口大口地喘息着 身体甚至在不断地进卵 胸部 无论对于男女来说 都是十分敏感的位置 邪魔吞噬令大量的天力 从这个位置经过 再加上周围清那双搞怪的大手 令梦醒现在全身都是苏麻的 胸前的悸动引发他的身体 产生了一系列的反应 虽然将周围清震飞了 但此时此刻 他的大脑却是一片空白 周围清躺在远处 心中也是一片震惊 梦醒虽然将他震飞 但也只是送出去而已 并没有释放出 足以杀伤他的力量 摔得虽然挺惨的 但以他的身体能力 却还不至于受到重创 二十九岁的天地劫 这怎么可能 在他多次震惊了梦醒之后 梦醒也终于 令他震惊了一回 难怪玄天公四位太上长老 还有念含神师 都对他理尽有加 他的修为 竟然已经达到了如此程度 空旷的空间内安静了下来 唯有两人的喘息声 梦醒双手护在自己胸前 胶躯却在不断地颤抖着 那种说不出是什么的奇异感受 不断地从胸部蔓延到 他全身美一处 杀了他 我应该杀了他 可是现在 他却提不起半分力气和杀意 整个人的精神状态 都有些不稳定 周围青哼哼唧唧地躺在远处 也没有起身 他可不愿意在这个时候 承受一位天地及强者的怒火 更不会用梦醒违反誓言来激怒他 平静足足持续了一盏茶的时间 梦醒才渐渐回过神来 缓缓站起身 当他站直身体的时候 胶躯还经不住摇晃了一下 看着远处 依旧躺在地上的周围青 一块黑色晶体 被他狠狠地抛了过去 下一刻 他的身体已经化为虚幻 消失不见 梦醒刚一消失 远处的周围青一咕噜 就从地上爬了起来 赶忙也换上一身衣服穿上 整理了一下自己 至少待会儿回去 别让宾儿看出什么才好 做完这些 他才走到之前梦醒所在的位置 将那黑色水晶捡了起来 再看看自己的双手 嘿嘿一笑 没有铠甲和鳞天的时候 手感还真不错呢 太可怕了 能变身的天地级 差点被玩死 双手做了个抓握的动作 周围青笑得有些古怪了 左手拍下右手 右手再拍下左手 猥琐有目有 淫荡有目有 天力注入手中黑色晶体 光芒一闪 他已经重新出现在 玄天堡六层的空地处 梦醒早已不见了踪影 周围青在暗爽之后 心中也有些无奈 这次可算是 把他得罪狠了 想要恢复之前的和睦关系 显然很难 不过 也不是完全没有收获 至少他已经清楚地 知道了梦醒的真正实力 天地级强者 能够进行暗黑魔龙变的 天地级强者 周围青明白 如果梦醒使用出 他全部的力量 一定是风云色变啊 一向自认为 很有些天分的周小胖同学 今天其实是被打击了 29岁的天地级 他自问 如果不再出现一些奇遇的话 自己是不可能达到的 返回房间 上官宾儿一直没有修炼 正等着他回来呢 周围青和梦醒这一战的时间 其实并不算长 所以他很快就回来了 尽管之前他整理了一下 但多少显得还有些狼狈 他叫你去干什么 上官宾儿疑惑地看着他 周围青苦笑道 挨揍 他在试探我的能力 或许是因为 当着暗黑魔龙的时候 我表现出的六种属性 令他嫉妒了吧 或者是怀疑 他可不敢说实话 上官宾儿没有怀疑什么 只是担忧地道 你没事吧 周围青摇了摇头 道 没事 他只是试探一下 我的实力而已 所以也用的六株修为 和我交手 不过 他的修为比我之前猜测得更强 天地级 29岁的天地级 啊 上官宾儿也是大吃一惊 这么说 在这里至少有六名 天地级强者 再加上暗黑魔龙 那个天神级 这实力 已经完全凌驾于 我们浩渺宫之上了 周围青汉手道 目前看是这样的 毕竟在这玄天大陆上 是他们一家 独大 出现这种情况 也十分正常 不过你也不用担心 我们毕竟来自浩渺大陆 根本没有什么破绽 能让他们看出来 只要我们不出手 就能一直平稳地 在这里待下去 这次去对付 恐魔海龙的行动 看来更是要 小心再小心了 上官宾儿 深以为然地点着头 道 小胖 爸爸和大伯都说过 一切以安全为重 中天城那边 他们应该已经开始 准备了 你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实在不行 我们就算是空手而归 也不能冒险 周围青呵呵一笑 道 现在说这些还太早 我们还有充足的时间 走一步看一步吧 留在这里 对我们也没什么坏处 至少这里的天地灵气 足够充沛 对我们修炼也是不错的 我刚吞噬了梦醒 一些天力 先化解了再说 回到床上盘膝坐好 周围青几乎是一年一动 就已经进入到了修炼状态 这也是拥有胜利的好处之一 根本不需要担心 走火入魔什么的 体内胜利自行运转 周围青明显发现 在自己体内的丹田核心位置 那如同星河般的 胜利数量多了一些 三十六大死穴内 核心的星河光运 也明显有所增强了 果然还是吞噬来得快啊 之前与梦醒那一战最后时刻 尽管周围青吞噬的时间 并不是很长 但梦醒乃是一名 真正的天地级强者 就是那一会儿的功夫 周围青已经得到了 相当之大的好处 吞噬天珠师的天力 和吞噬天兽的天力 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尽管强大天兽体内的天力 也是相当庞大而精纯的 但是 终究有着一丝兽性 令其博杂不纯 在吸收之后 还是要经过不断的过滤 将其中杂质排除 而且 天兽修炼的方法和人类 是截然不同的 所以 他们修炼出的天力 经过过滤之后 真正能够被周围青所用的 也只是少部分而已 但梦醒却不一样 他可是地地道道的天珠师 而且还是天地级的天珠师 他体内的天力之纯净 令周围青叹为观止 虽然其属性 不能和周围青的胜利相比 但吞噬入体之后 几乎不需要进行过滤 只是简单地转化 就能够成为胜利的大补之物 第248章 龙爪手 中 而且 周围青吞噬的只是一部分 并没有涉及到梦醒的本源 梦醒只需要几天的恢复 凭借本源之力 就能自然而然地恢复到 原本巅峰的水准了 如果要是真能够 将一名天地级强者 包括本源的天力 全部吞噬转化为胜利的话 那么 突破到天王级那样的层次 当然 这也是近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先不说她的身体能否承受得住 但是天地级强者 也不是她所能对抗的 就算如此 今日这一战 对她的好处 还是相当之大的 将那些从梦醒身上吞噬 而来转化后的胜利 与自己的胜利完全融合后 周围青至少省去了 三个月的苦修之力 实际上 如果当时梦醒 在第一时间反应过来 使用天地之力的话 周围青的邪魔吞噬 最多只能维持一瞬间而已 但由于周围青和他之间的赌约 再加上周小胖这猥琐的家伙 某某龙着手的强大威慑力 梦醒不但白白地 让这家伙多吞噬了许多时候 更是被寥布的身体 险些失控 本来是要报复周围青的 可谁知道 最后吃亏的 竟是自己这个天地级的大高手 从这天之后 周围青在未来一个月内 就再没见过梦醒 不见也好 至少不用再去挨揍了 压制着实力和对方打 连胜利也不能使用的感觉 绝对说不上好 他索性也就踏踏实实地 在房间中跟上官兵儿一起修炼 虽然没有跟天一同修炼的效果那么好 但他自身胜利 毕竟已经形成循环了 进步还是很快的 只是久住之后 每提升一级 需要的天力极其庞大 想要从37级 冲到38级 还需要相当的积蓄 才有可能 这些天周围青 也旁敲侧击地打听到一些消息 自从那次 他们与暗黑魔龙见面商讨之后 这些日子以来 整个玄天宫都在紧锣密鼓地准备着 原本计划出海的船只全都暂停 整个玄天宫也在高速运转之中 周供奉 门外有熟悉的声音传来 但却并不是梦醒 周围青打开房门 将同为神师的聂涵让了进来 聂涵看到周围青呵呵一笑 周供奉可真是耐得住寂寞啊 自从你住进咱们玄天宝之后 还一次都没出去过吧 平时连门都很少出 像你这样的年纪 能够如此耐得住寂寞的修炼 难怪能有现在这样的成就 周围青微笑道 和您还有各位长老相比 我还差得远呢 不努力修炼怎么行 嘴上这么说着 心中却暗想 出去干什么 让你们玄天宫的人监视吗 和浩渺大陆比起来 玄天大陆差得远了 要不是为了空间传送之时 谁愿意来这个地方 再说 随时都有可能面对这些玄天宫强者 不努力修炼 又怎能在遇到危险时化险为夷呢 聂供奉 去猎杀恐魔海龙准备的如何了 我可一直都期待着呢 这也准备了不短时间了吧 周围青问道 聂含道 我这次来就是通知你 五天后 我们就要出发去猎杀恐魔海龙了 公主的意思 还是让你留在家里坐镇比较好 他虽然没有明说 周围青也听得明白 他们这是 在担心自己的实力不够 周围青呵呵笑道 这样难得的机会 恐怕一生都只有一次 暗黑魔龙前辈也答应要保护我了 我要是临阵退缩 暗黑魔龙前辈会怎么看我 我是一定要去的 聂供奉就不用劝我了 不过捉襟不会跟我一起去 聂含点了点头 道 那好吧 我来就是为了通知 你这件事的 既然你已经决定了 那就做好准备 五天后 我们直接出发 我还要去和几位太上长老 继续去商讨对策 周围青将聂含送走后 关上门 眼底光芒一闪 等待了这么久 终于要来了 上官冰儿来到周围青面前 握住他的大手 传言道 他们似乎很看清你 商量对付恐魔海龙的方法 都不叫上你 小胖 我总有种不好的预感 要不 你别跟他们一起去了 周围青搂住上官冰儿 在他红唇上亲吻一下 傻妞 有这么多强者在 大不了 我就是不出手而已 难道以你老公的修为 还不能自保吗 上官冰儿抬起头 认真地看着他 道 小胖 你要时刻记住 如果你死了 那么 我也绝不会渡火 周围青的心脏 骤然收缩了一下 抱着上官冰儿的手 顿时更紧了一些 五天时间转瞬极致 第六天一大早 聂涵亲自来叫上周围青 众人一起来到 玄天堡外的悬崖处 上官冰儿也送了出来 很多时候 男人要做的事情 女人是没法阻止的 尽管他心里 一直有些不舒服 但终究还是没有 再劝说周围青 他也相信 凭借周围青的修为 脱身应该还是不难的 同样出现在悬崖边的 全都是玄天公强者 玄天公主东方 四位太上长老 十二位长老全在 周围青多日不见的梦醒 自然也出现了 但梦醒却像是 根本不认识他一般 连看都不看他一眼 这么多人在的情况下 周围青也不好上去打招呼 玄天公主见众人 都已经到齐了 陈生道 发信号吧 水长老右手一抬 一道漆黑的光芒 电视而出 直奔深渊而去 只是片刻之后 伴随着一声低沉的 龙吟咆哮声 从下方升腾而起 周围空气中的天地原力 顿时疯狂地躁动起来 玄天公长老们 一个个面容肃穆 脸上充满了恭敬之色 不到十次呼吸的功夫 暗黑魔龙那巨大的身影 已经骤然冲天而起 他那庞大的双翼拍打中 宛如大片乌云一般 推动着巨大的身躯 冲天而起 在空中盘旋了一周后 才缓缓下降到众人面前 在玄天公主的带领下 众人齐声高呼 参见魔龙大人 嗯 暗黑魔龙哼了一声 巨大的龙谋 第一个竟是找上了周围青 向他点了点头 低沉的声音随之响起 都上来吧 是 玄天公主答应一声 率先腾身而起 落在暗黑魔龙背上 其他人也不敢怠慢 先后越上 但周围青却发现 并不是所有长老都上来了 那十二位天王极长老 只有六人跟随而上 剩余六人则依旧留在玄天宝前 显然是留下来 镇守玄天宝的 周围青虽然心中惊讶 但自然不会表现出来 只是将目光转向上官兵儿 朝他微微使了个眼色 依着周围青原本的判断 对付孔魔海龙这么强大的存在 玄天公必定会倾巢而出 毕竟 玄天公在玄天大陆上 是没有任何敌人的 镇守也不需要太多的强者 如果是那样的话 一旦他能够得手空间传送之时 第一时间通知上官兵儿 上官兵儿想要离开的话 那些留守的人 也没人能够阻止得了他 但现在却不一样了 有六名天王级强者留守 以上官兵儿的修为 就算加上封神之意 恐怕也有些困难了 周围青递给他的眼神 就是在告诉他一切小心 上官兵儿会议地点了点头 包括周围青在内 这一次玄天公虽然并不是倾巢而出 但也是触动了绝对的主力 玄天公主东方带队 三大神师 四位太上长老 再加上六名普通长老 一共十四人 配合上天神级的暗黑魔龙 绝对可以算得上是 玄天公九成的实力 暗黑魔龙的身体足够庞大 背上坐了十几个人 却依旧不显得有丝毫拥挤 巨大的双翼猛然一拍 下一瞬间 他那庞大的身躯 已经是冲天而起 直奔西方飞去 周围青虽然不止一次见过巨龙了 但坐在巨龙背上 却还是第一次 暗黑魔龙背上 有一块块尖锐的凸起 他们这些人 正好坐在凸起之间 凭借着自身修为 将身体牢牢吸附在 暗黑魔龙身上 还算得上稳定 周围青第一次 如此近距离地 接触一位天神级强者 当暗黑魔龙飞起来时 他心中就已经 再暗暗嗨然了 暗黑魔龙飞入空中后 周围竟是跟随着 大片大片的乌云 周围青凭借着胜利 带给他的强大感知之力 他能够清楚地发现 这些乌云 并不是暗黑魔龙 使用他自身的力量 召化而来的 而是空气中 自行凝结而成 那当然不是什么乌云 而是纯粹的暗元素 和邪恶能量 凝聚在一起 形成的暗黑魔云 他们只是受到了 暗黑魔龙自身气息影响 就这样凝结而成的 仿佛此时这头巨龙 已经完全成为了 天地间的主宰一般 至于空气中的风 他们只能承拖着 暗黑魔龙庞大的身体 却根本不会成为什么阻力 更不会有正面的吹息 这才是真正强大的实力啊 尽管在暗黑魔龙背上 包括梦醒在内 至少有六名天地级强者 但周围青却明显感受到 在天神级强者面前 天地级 只不过像是 刚刚学会走路的婴儿一般 就算他们这些人加起来 也不可能是暗黑魔龙的对手 第248章 龙招手 呀 难怪玄天宫这些人 对孔魔海龙如此惧怕 要准备这么长时间 暗黑魔龙就已经够强大的了 而那孔魔海龙的修为 甚至还要在暗黑魔龙之上 更是在他最擅长的 大海之中战斗 其威势能够达到怎样程度 没有亲眼见过 谁也不清楚 因为周围青的修为最低 所以他的位置 被安排在暗黑魔龙身体中断 在他前面的 只有玄天公主东方 神师梦醒两人而已 也不知是否巧合 梦醒就在他前面 不过一米多远的地方 从后面观察 这位角色美女 别有一番风韵 梦醒是美女典型的靴尖 一头瀑布般的黑色长发 整齐地垂在身后 但随着气流的变化 当那长发悄然飘起几分时 就能看到他那纤细的腰肢 以及腰肢 向下沿伸出的 那抹浑圆动人的弧线 很挺 很翘啊 之前倒是没有太注意过 原来他的背影 也是如此迷人 周围青下意识地 吞咽了一口唾咽 也就在这一刻 梦醒冰冷的声音 传入他耳中 再用你那贼兮兮的眼睛看我 我就把他挖下来 周围青有些无奈地低下头 不看就不看吧 但偶尔的偷瞄 还是有的 梦醒也没有真的对他动手 暗黑魔龙的飞行速度极其惊人 哪怕是在高空之中飞行 令众人也很难看清下方的景物 浓厚的暗黑魔云 在上方这挡住了朝阳的温暖 如果从远处看 暗黑魔龙的身体 简直就像是一道黑色的箭矢一般 破空而去 只是不到一个时辰的功夫 远远的 广袤无音的大海已然在望 在阳光的照耀下 海面上波光淋淋 今天的气候很好 并没有太大的风浪 从高空能够清楚地看到 大海从岸边的浅蓝 伴随着不断向内延伸 而变得深邃 空气中的水元素 明显变得浓重起来 哪怕是暗黑魔龙身体周围 那些自然形成的暗黑魔云 都受到了不小的影响 这些暗黑魔云 明显变得稀薄了一些 这就是大自然的力量啊 周围清心中暗暗凛然 难怪连暗黑魔龙 也会惧怕处于 大海之中的恐魔海龙 大海就是恐魔海龙的领域 就在这时 梦醒的声音 竟然再次传来 依旧是传音 待会儿用出你那邪魔变 飞得尽可能远一点 战斗起来 没人会真的顾得上你 周围清呵呵一笑 同样传音道 你这是在关心我吗 梦醒没有回答 周围清继续道 其实吧 我们那天是误会 我也不想死啊 是吧 那是求生的本能 所以我才用出了 最后的杀手锏 梦醒这下忍不住了 误会 那天跳崖的时候 难道也是误会 你自己的邪魔变 就能幻化出翅膀 来飞行 会因为跳崖 而惊慌成那样 周围清诡辩起来 可是绝不示弱的 阵阵有词的道 那天不一样吗 太突然了 而且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你就在我身边 我完全是下意识地抱住你 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 都已经抱上了 那时候我要是再松开 不是假正经吗 之所以一直抱了下去 也不能怪我呀 谁让你抱着那么舒服呢 梦醒差点被他气乐了 这家伙简直就是 无理脚三分 明明是他占了自己便宜 反而说的 像是受了多大委屈似的 即将面对恐魔海龙 原本他还是有些紧张的 让周围清这么一闹 心情反而放松了几分 懒得理你 反正你待会儿自求多福吧 梦醒美好气地说道 周围清呵呵笑道 那是不是就不生气了 你看 你这些天一直没来找我 我真的好伤心啊 想你想的都睡不着觉 梦醒怒道 闭嘴 你天天和你老婆在一起 你浓我浓的 会想我想的睡不着觉 你当我是傻子吗 周围清喃喃地道 这个 跟老婆亲热和想你 似乎不冲突吧 这次 他声音比较小 再加上梦醒 正处于怒气爆发状态 有些听差了 顿时愤怒地回过头 恶狠狠地道 你这个混蛋 你和你老婆亲热的时候 竟敢想着我 嗯 我不是那意思 周围清赶忙回答道 虽然听不到两人在说什么 但能够坐在这 暗黑魔龙背上的 都是一代强者 自然知道他们 一直是在传音交谈的 此时看到前面的梦醒 休脑交加地回过头来 一众长老们 脸上顿时流露出 几分古怪之色 自从周围清来了以后 尤其是每当他们看到周围清 和梦醒同时出现的时候 都能看出 他们俩之间有点问题 这些玄天宫顶级强者 一个个都是年老成精的人物 脸上虽然没表现出什么 但心中怎么想的 可就难说了 以周围清 这样的青年才俊 在他们看来 要是再过几年等他强大起来 和梦醒倒也般配 但问题是 人家来的时候 可是带着老婆一起的 周围清被梦醒这一瞪 立刻低下头 装出一副老老实实 微微曲曲的样子 梦醒还是第一次 看到这个家伙 流露出这样的表情 也不禁愣了一下 在他的印象中 这个坏蛋 可一直都是高傲 嚣张 自信的狠辣 突然看到他这个样子 梦醒心中也是一软 哼了一声 就回过头去 不再理会他了 此时 暗黑魔龙已经飞入大海深处 脚下的海面 已经呈现为深蓝色 周围的暗黑魔云 突然散去了 这可不是因为 水元素过于浓郁的关系 而是暗黑魔龙 自行收敛了气息 他这是要干什么 周围青心中微动 继续向前飞行了半个时辰 更加深入大海之后 他缓缓地停了下来 不只是暗黑魔龙 此时在他背上的 所有玄天宫强者 也都不约而同地 收敛了自己的气息 周围青没有参与过 对付恐魔海龙的讨论 自然不知道 他们要干什么 只能看着 暗黑魔龙低沉的声音响起 开始吧 我能隐约感觉到他的气息 我会尽可能地掩盖 你们所散发出的能量波动 但你们的速度还是要快一些 玄天宫主东方点了点头 带着众人在暗黑魔龙背上站起 周围青也同样站了起来 向玄天宫主问道 公主 需要我做什么吗 东方道 你就在这里等着吧 稍后一旦发生大战 退得远一点 只需要看就行了 不用你动手 好 周围青立刻答应下来 做山官龙斗 这可是很惬意的事情 就在这时 一众玄天宫强者 全都动了起来 这些人之中 秀为最弱的 也有天王级层次 十三人同时飞起 分别朝着不同的方向 各自飞出近千米之后 才在海面上停了下来 从周围青的位置看 他们已经变成了一个个小黑点 暗黑魔龙漂浮在远处不动 一层奇异的灵魂波动 从他身上散发而出 不愧是天神级强者 几乎只是转瞬之间 这股强大的灵魂波动 就已经将这些玄天宫强者 全部笼罩在内 一道道黑色的光芒 几乎同时在远处亮起 周围青虽然目力惊人 但这距离实在有些太远了 在那黑色光芒的影响下 他也看不清楚 这些玄天宫强者在干什么 只能隐约感觉到 他们所散发出的能量波动 都相当强大 前辈 他们这是在干嘛 周围青好奇地问道 暗黑魔龙显然对他的印象很好 自然是 准备对付那恐魔海龙了 恐魔海龙的实力极强 这里又是大海 如果只是我们这些人 简单地正面撞上去 就算能够击败他 也必定会造成巨大的损失 而且也不可能阻止他逃走 他们现在做的 名叫暗黑风魔阵 是一种上古阵法 需要12个 拥有暗黑属性天王 及以上强者共同完成 这个阵法 一旦构建成功 当敌人进入阵中之后 就算是天神及强者 想要逃脱出去 也必须要杀死 所有建立阵法之人才行 在暗黑风魔阵之中 一切暗黑属性以外的能量属性 都会被强烈地排斥 能够尽可能削减那孔魔海龙 借助大海之力的威能 周围青恍然大悟 道 原来之前这段时间 他们就是在准备这个阵法啊 看来 构建这个大阵 需要消耗的物资可不少啊 暗黑魔龙点了点头 道 这个大阵 还能增强我的实力 为了孔魔海龙 这次玄天宫 至少带来的暗黑魔精 几乎是全部存量的一半还多了 之前那段时间 他们要在暗黑魔精上 明刻法阵 并且与自己的血脉相连 唯有如此 才能令暗黑风魔阵的威力 发挥到最强程度 稍后你飞得远一点 一定要离开暗黑风魔阵范围 只要在大阵之外 应该就不会被波及到了 多谢前辈指点 周围青恭敬地说道 暗黑魔龙突然发出一声黑黑低笑 向周围青道 小子 你是不是喜欢上梦醒那丫头了